我昨天还特别亲自去 解机应告 谢谢老板 十年了 十岁了 我们为两岸云展庆生 生日快乐 昨天我们已经先出色了 今天是两岸云展的 大公电影的开幕 上一月的四月二十四号二十九号 我们台湾也有六股片子 到了山西太远 尽忠两个地方去展演 同时我们也游历了古台山 很有名的活教的圣地 今天我们也邀请了 大陆也推荐了六部非常优秀的大陆的gain 除了腰毛传是陈凯波导演 他算是第五代的 算是中生代的导演 只问都是年轻导演的作品 我们今天的开幕片 吴问西东 是纽约大学的 电影导演系的研究生毕业 他是叫李方方 是他的第一部作品 非常成功 票房也好 而且都是很大的明星来作业比的片子 今天 黄晓宁 黄晓宁 黄丽宏 昨天没有来 来吃生日快乐的情况 今天也来 欢迎你们来 所以今天我们开会 就是不维持东 待会儿我们就会准备 另外还有就是 对不起 我要看 看小头 另外一个 《唐人街探索2》 看到了 这个陈史峰 陈史诚导演 是一位优秀的表演运势家 他是第一次导演这部戏 非常成功 我记得三年以前 他和他的太太都到了 来参加了两个天真 是一位非常前途无量的 一位年轻的导演 是这个 他不是第二部 第三部 是秀秀的铁拳 什么 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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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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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吃鱼 他把这名字 声音改 吃鱼 喜欢吃鱼哦 张吃鱼 这部片子 他是根据舞台戏 开心麻花改变 是从舞台上 转到电影上 登场成功 又卖钱又好 也是年轻的导演 两位年轻的导演 第四是暴雨将至江之 暴雪将至 对不起哦 眼睛老化 把鱼鱼 把血看看下一个人 然后是董月导演的第一部 了不起的是今年的东京营战 男主角段一鸿 他的本名叫段龙 我本来说了 段龙本没想移民 段一鸿才想本名哦 他在东京营战 拿到最佳男演员的奖 我们恭喜你 恭喜你 最后 这部其他上面的片子差不多都是 17年 2018年的这个新的作品 但是有一部非常感动人的 纪录片 二十二 郭克导演导演 他本身也是学表演出身的 但是他花费很长的时间 在二十一一四年就开始 去拍 魏安傅的这个故事 就是二十二 他实际去访问的 还生存在的老的魏安傅 非常可怜 这个纪录片看得能让感动的 这部片子二十二 我在这大力的推荐 二十二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纪录片 恭喜莫河导演 谢谢 现在 我要抢了 我是 要人掺着 要人服务者 上台多多说说老都不清 快九十岁 事实上 不老都不对 可以的 事实上我要讲 我在七年以前 我大肠肿瘤 大肠还开高 开完道以后 做了十二次的化疗 这化疗做完了以后 大腿小腿都没有力气 到现在没有恢复 六七年那么恢复 还有但是我的健康就让 请大家放心 从明年开始 第二十年 我还会追求大家 一起来推动两岸的交流 谢谢大家 再次谢谢导演 我们一起跟导演 带上第二个十年 好吗 好 今天是第一十届 两岸的演讲 我相信 为了第二个十年 由这个理性导演 带领之下 我觉得呢 我们一定会 交流的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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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绿红 绿红也来吧 绿红其实有照顾好 快活的经验 对不对 那你们两位就跟着我们李导演 拍一张照片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导演 非常的感动 导演的精神跟毅力 真的是值得我们小费学习的 好 接下来呢 其实啊 我们先